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长寿是大家长久以来的心愿, 以下是一项研究公布的20个长寿方法, 简单一学,非常适合大家坚持, 并且有助于各个年龄层的人群保护心脏,降低血压, 预防糖尿病和老年痴呆症等。 赶快来看一看这几种长寿方法你中了几样。 这里列出了20项经科学验证的长寿方法, 你绝对想不到排第一的居然是它。 1.经过科学验证的20种长寿方法 2.大孝 日本研究人员通过追踪教查得出 大孝有助于降低血压, 失血压护理牙齿。 瑞典科学家里研究发现, 牙龈炎症会导致动脉硬化, 诱发心血管疾病。 18.吃坚果 澳大利亚学者研究发现, 每天吃坚果, 患心脏病的几率可以降低29%, 患癌症的几率会降低11%, 可以有效降低死亡率。 17.吃大蒜 中国浙江医药研究院研究发现, 大蒜中的活性成分能预防动脉周样硬化和冠状动脉堵塞, 降低胆固醇,减少血栓的形成, 调节血糖。 16.跳舞 英国斯特林大学科学家通过调查发现, 跳舞可以加快血液循环, 增强老人脑部供血, 预防老年痴呆症。 15.少看电视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 每天多看一小时电视, 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就会上升18%。 14.吃苹果 俗话说,一天一个苹果,疾病别来找我。 13.饮茶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 饮茶能够降低患冠心病、 中风的风险,连缓衰老。 12.保持镇静 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发现, 在愤怒爆发后的两个小时, 人们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增加了近五倍, 中风风险增加三倍多。 11.少吃糖 发表在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期刊上的这项研究称, 随着糖的分量摄取增多, 人们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明显增加。 10.开心 英国爱丁堡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通过对7万人的健康资料进行分析, 发现轻度忧郁者死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29%。 9.睡眠质量好 美国芝加哥大学通过研究显示, 睡眠质量不好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8.吃花椰菜 美国科学家最近指出, 花椰菜除了能预防癌症外, 还能够清理肺部的有害细菌是一种健康食品, 不要指望蔬菜治病, 但可以保健哦。 7.拥抱 据赫芬顿邮报的一篇报道, 拥抱能降低血压, 有益于心脏。 6.吃绿叶菜 多项研究发现, 绿叶菜富含大量的胡萝卜素和叶黄素, 多吃绿叶菜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 5.减少社区卡路里 瑞典哥德堡大学研究发现, 人们减少社区卡路里, 不仅有助于延缓衰老, 糖尿病、癌症等的发病率也会明显下降。 4.吃姜 有研究结果显示, 姜黄含有一种能抵御多种疾病的强效抗氧化剂。 3.不要久坐 久坐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是个坏消息, 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 每天静坐三个小时以上, 人的预期寿命减少两年, 2.跑步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的一项大用本研究显示, 每天跑步的人平均比没有跑步习惯的人寿命长三年, 而且每天跑步20分钟就能达到健康效果。 1.唱歌 美国老年学研究中心通过调查发现, 歌据歌唱家的心脏功能和普通人相比更加活跃, 一般人不用达到专业水平, 有空时随便唱唱歌也能使人心情愉悦, 身心健康。 没错, 第一名就是唱歌, 每唱一首歌都是一次身体按摩, 唱歌是一项有节奏的体内按摩, 唱歌时细细在身体内部循环就像是按摩, 这是任何一项运动都代替不了的, 听歌只能调动起你的耳朵和大脑, 而唱歌则让你全身都参与其中。 2.唱歌的益处 1.增强心肺功能 心肺功能强大的人, 患病的几率更小, 因为健康的肺就像过滤器一样, 能帮助你在每一次呼吸中带走身体里的垃圾, 而健康的心脏就像引擎, 能让你的身体各个器官都得到充足的血液供养, 减缓衰老,增强免疫力。 唱歌是能够加快血液循环, 是一项非常有利于锻炼心肺功能, 增加肺活量的活动。 2.保持大脑活力 大脑有着不用择肺, 不进择退的特点。 锻炼大脑是一项终身都应该坚持的活动, 音乐使用右脑, 而语言则使用左脑, 唱歌就是最适合的动脑方法之一。 唱歌时你需要开动脑筋, 需记忆曲调和歌词, 是一项强巧的脑力活动。 新歌老歌那么多, 想把它们都唱下来还挺有挑战性的。 这座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3.提高敏意力 从复古发声连唱歌, 能让60公斤体重的人, 每分钟消耗2000卡热量。 理论上讲, 唱一首歌就像跑了100米。 而且, 据医学专家测试, 唱歌时, 特别是唱自己喜爱的歌曲时, 大脑会生成和释放 类似于马飞的脑内激素, 并促进和激发免疫球蛋白 和抗压力激素的增加, 从而使大脑和身心感觉轻松愉快,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4.改善肠胃健康 如果一个人忧愁沮丧, 这些负面情绪会引起 人体胃酸分泌过多。 成此以往, 胃部健康不容乐观, 而唱歌却能帮你改善肠胃健康。 一方面, 忧伤的歌能发泄不良情绪, 快乐的歌能找回好心情, 心情好了, 自然胃口好, 胃酸分泌也就趋于平衡。 另一方面, 唱歌时腹部肌肉得到锻炼, 能促进肠胃蠕动, 友谊相话。 唱歌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 朋友们就尽情地放开歌喉, 放声高歌吧, 唱出幸福, 唱出健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 我们下期再见啦。